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月18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港网播报 我是Jennifer 生活有时真是比剧本还要魔幻 去年12月25日 上市游戏公司游足网络创始人 身家数十亿的董事长林奇 因中毒救治无效逝世 上海警方此前曾表示 林奇39岁的下属三体宇宙CEO许瑶 有重大作案嫌疑 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月18日周一 财新网的最新报道称 从多位接近林奇人事处 逐渐获悉其被害经过 据悉林奇是身中多种毒素致死 体内检测出至少5种毒素 报道指出 林奇体内验出的毒素 包括拱和河豚毒素等 而据此前报道 医生根据林奇的症状研判 林奇疑似中了河豚毒素 财新网的报道还曝光了 此案背后更多触目惊心 甚至显得有点奇幻的作案细节 不止一名接近林奇的人士称 嫌疑人许瑶平时最亲于美剧致命毒师 还在上海青浦 摄有一处专门制毒的场所 相关人士还表示 许瑶通过暗网购买了上百种毒药 平时自己配置各类毒药 经常先拿猫 狗等宠物做实验 将宠物吃死后才开始准备向人投毒 堪称现实版的绝命毒师 财新的报道还详细描述了投毒经过 许瑶将预先准备的一罐30例 装有一生菌药丸送给林奇 并将毒药掉包混入 并透过林奇的秘书剁出他服用 而林奇的秘书也服用了相同的一生菌药丸 林奇在服用几天后吃到毒丸 随即出现恶心及头痛等不适 并于去年12月15日入院治疗 10天后不幸离世 另外 这一案件中林奇并非唯一的受害人 据悉游族公司共有3名受害者 除林奇外 还有一名游族网络员工 以及三体宇宙副总裁赵基隆 幸运的是 其他两人都没有被毒死 报道称 许瑶与赵基隆长期不目 在工作中存在竞争关系 许瑶对赵存在蓄意投毒的嫌疑 近多次检测后 发现赵基隆慢性中毒 体内拱超标近10倍 经治疗后预计近期可以出院 林奇中毒身亡的事件发生后 游族公司人人自危 大家都非常恐慌 近期很多高管都纷纷去检测 自己是否中毒 财新的报道称 许瑶向林奇投毒的原因 及过程目前仍在调查中 而许瑶对法律极为熟悉 并准备充分 至今坚持领口供 不肯交代投毒细节 并以请来高级律师团队为自己辩护 虽然许瑶的作案动机 买毒 制毒等环节都一一浮现 但要从法律上将包括投毒细节 在内的整个证据 夯实还面临挑战 公开资料显示 许瑶试读法律出身 本课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 后留学法美 2006年毕业于 法国保罗赛商大学保险法学院 2008年毕业于 美国密西根大学法学院 许瑶的工作经历也相当亮眼 2010年加入复兴集团 先后担任总裁助理 总法律顾问 和国际法律事务部总经理的职务 任职复兴期间 许瑶和她的团队 仅2016年就完成了30多笔交易 价值估计达142.6亿美元 这些交易包括收购 菲德利达德 大通曼哈顿广场一号 收购葡萄牙千禧银行16.7%股份 收购德国H&A私人银行等重大交易 在许瑶的带领下 2016年她的法务团队在国际法律权威媒体 ALM主办的亚洲法律大奖颁奖升典上 被评为亚洲年度最佳公司法务团队 同时 许瑶荣获汤森路透ARB2016最佳总法律顾问 2017年5月 许瑶加入邮族 并于2018年2月起担任董事 2019年1月因个人原因申请辞任董事 2020年 许瑶成为邮族旗下3D宇宙 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CEO 中国经济周刊的报道称 林奇和许瑶的矛盾从去年初开始激化 当时 林奇调整了公司人士 许瑶因职位调整产生了不满 林奇顾及同事旧情并未立即裁员 而是先减薪 让其立谋出路 许某是动了邪念 通过药物进行偷毒 去年12月 林奇遭偷毒后 事实引发广泛关注 1月11日 游族发公告称 林奇的股份将由其3名未成年子女继承 公司实际控制人则变更为前妻 及3个子女的母亲许芬芬 不过 事件很快就演变成为一场争产风暴 12日 网上出现一份 林奇非婚生子的出生证明和律师函 要求让这名孩子成为林奇第一顺位继承人 据红星新闻报道 根据公告 林奇生前持有的公司股份2.19亿股 由其未成年子女林小夕 林瑞景 及林黎三人作为继承人共同继承 占公司总股本的23.99% 初步测算 三个子女继承的股权价值为30.6亿人民币 由于三名子女仍未成年 许芬芬为三人的母亲 相关法律行为 尤其法定监护人许芬芬代理 然而 就在公告发出的第二天 微博上报出林奇还有另外一个小儿子 并晒出出生证明和律师函 微博ID为唐醋格里基拉的博主称 林奇与她的姐姐予有一子 依法给孩子办理医学证明 两人原计划疫情结束之后办理登记结婚 微博中附上了孩子的出生证明 以及一份至游族网络公司的律师函 出生证明中可以看到 孩子的姓名叫林正清 姓别男 出生地点为上海市徐汇区 其母亲31岁 父亲为林奇 年龄38岁 律师函还要求游族网络与各方积极协调 尽快推进委托人与林奇的亲子鉴定 上海创源律师事务所曹锦斌律师指出 律师函是受林正清的监护人委托起草 并于1月7日发送给游族网络公司 律师函中的内容都是真实的 关于其他情况不便作出回应 腿部剧痛 医院却让他去精神科检查头部 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加拿大 痛到根本无法站立行走的病人 叫天天不应 叫滴滴不灵 只能艰难地在地上手脚并用 连滚带爬地离开医院 视频画面曝光 眼前的一幕让人感到非常震撼 视频里的这位男子叫庞特尼 今年45岁 生活在大多伦多地区 当他回忆起2018年4月18日 自己去多伦多汉博河医院就医的经历时 声音仍在颤抖 那种痛苦是无法忍受的 庞特尼说 是啊 不仅有身体上的痛数 还有精神上的折磨 爬过漫长的一段长路 才终于出了医院 他当时该有多么的绝望和无助 据CBC报道 当天庞特尼因为腿部严重疼痛 到医院急诊部求医 当时他告诉医护人员说 除了腿疼 他还有涉及抑郁和狂躁的精神疾病 不过服用了药物后 七年来都很稳定 庞特尼主动披露自己的精神病史 原本是希望能对医生的综合判断有所帮助 没想到却彻底影响了自己的治疗 听了庞特尼的字述后 医护人员在没有做任何检查的情况下 就表示他的所谓疼痛根本就是假装的 完全就是无病呻吟 是精神类疾病复发时产生了幻觉 医护们想当然的就认为 庞特尼根本没病 就这样原来还打算 给他做个盒子共振的急诊室值班医生 把他转给了精神科医生 庞特尼表示自己就是这样从一开始就被误诊了 精神科的医生当然不会检查腿部问题 当时那位医生认定 庞特尼所说的腿部疼痛 完全是他自己的焦虑症所造成的假象 庞特尼是自己以为自己不能走路 而不是真的不能走路 尽管庞特尼一再告诉医生 过去一个多月以来 自己的腿部疼痛不断加剧 但医生还是请他出院 庞特尼说 他们得出结论就是对我说 来吧 起床 你很好 你没什么问题 他们腿部骨折去求治 却被送往精神病学部门警察头部 加拿大披影及精神健康中心医生 兼主治医师VK表示 类似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患有精神疾病的人 他们的身体健康问题容易被严重忽视 而这会导致他们的寿命严重缩短 就这样 精神科医生告诉庞特尼 他可以离开医院了 知道自己肯定得不到治疗了 庞特尼只能试着离开医院 他当然希望自己像医生说的那样 什么病也没有 可实际情况是他连站都站不住 很快就摔倒在地上 庞特尼再也站不起来了 但他知道自己只能回家 到医院门口的那段路显得格外漫长 让他终身难忘 讽刺的是 一名护士当时就站在庞特尼的身边 却完全没有出手相扶 或是拿个轮椅帮助他 医院门口的摄像头录下了这一幕 当时那位护士绝对是真心觉得 盘山爬行的庞特尼一点没病 他像鼓励小孩子一样的鼓励他 你是个大男孩 你很坚强 快点 大男孩 站起来 没有人知道那天我在医院经历了什么 庞特尼说 当天他足足花了大约20分钟 才爬到医院的门口 最后还是一位保安帮助他坐上了计程车 几天之后 被医院宣判了病情的庞特尼 也想知道自己的腿疼是不是真的只是精神问题 他去了心理健康中心求治 那边的一名精神科医生很快就确定 庞特尼的痛苦与他的心理健康无关 之后 庞特尼又去了其他医院就医 他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罕见的免疫系统疾病 人体的免疫系统会攻击神经 一个多月后 庞特尼一家人与汉伯河医院的管理层见面了 首席护理执行官伯科斯基告诉他们 他对看到的视频感到不安 庞特尼的母亲看到儿子艰难排出医院的视频时 震惊又心疼地表示 简直是难以置信 他们像一条狗一样把他放了出去 没有人应该被那样对待 庞特尼的姐姐也表示 真的很难理解医院怎么会认为 自己弟弟还是什么都能做 做什么都可以 经过了长时间的法律程序之后 医院终于向庞特尼道歉 并解雇了当时那位看着他爬出医院的护士 但没有透露 为他看病的医生是否受到了处分 汉伯河医院的声明表示 医院对庞特尼的经历深感困扰 所舍人员得到了相应处理 汉伯河医院的每位患者 都应得到我们工作人员的同情 专业和尊重的照顾 1月14日 加拿大统计局发布了有关该国人口及其在2019年到2020年变化的新数据 截至2020年7月1日 加拿大人口为3800万5238人 达到有史以来的新高 比前一年增加了41万1854人 2018年到2019年 人口增长更快 接近53万 2015年到2016年 是加拿大人口增长率最低的一年 去年 加拿大增加了33万7283名新移民 而自然增长 及出生和死亡造成的变化 仅增加了7万4571人 加起来 去年全年总共增加41万1854人 据估计 加拿大人口将在2068年达到7000万人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 该国大城市地区的人口增长已经放缓 尽管如此 大城市的增长速度 仍高于加拿大其他地区 截至2020年7月1日 每10个加拿大人中 就有7个生活在大城市地区 这相当于加拿大总人口的71.8% 约2730万人 尽管人口在增长 但随着人们从城市搬到周边地区 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人口损失 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从2019年7月1日到2020年7月1日 多伦多流失人口50375人 蒙特利尔24880人 官方认为 人口减少主要原因是 很多人选择搬迁到周边小一点的城市 在大都市人口普查方面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 截至2020年7月1日 新冠肺炎相关死亡 对城市地区人口的影响有限 尽管为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实施了旅行限制 但国际移民的影响因素仍占这些地区人口增长的90.3% 从2018年到2019年 蒙特利尔的国际移民减少了2.3万多人 超过该市记录的新冠肺炎相关死亡人数 加拿大统计局在2020年1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 7月到9月间 加拿大经历了自1946年以来的最低季度人口增长 他们表示 这是因为新冠疫情旅行限制减缓了移民 以上就是今天港王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